谈到任意拘押 孟晚舟事件就是一起典型案例 加拿大将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法律的中国公民 拘押至今 公然充当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和华为公司的帮凶 这恰恰是以胁迫外国为目标的任意拘押行为 孟晚舟近日向加拿大法院提交的汇方银行内部文件 再次充分证明 美方对孟晚舟所谓欺诈指控 纯属无中生有 凭空捏造 这进一步暴露了孟晚舟事件的政治迫害本质 加方现在应该做的 不是空喊口号 而是认清自身错误 立即停止任意拘押中国公民 让孟晚舟早日平安回到中国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